我公公今年过了年已经65岁了 她找了一个52岁的保姆 两个人一块大伙过日子 谁知道她去取年的时候 她却发现卡里面的80多万的存款不一而非了 后来我老公说出一番话 可把我公公给切坏了 在我公公人家年轻的时候脑子比较活 就一直倒通着做生意 就是从我们这边倒通特产 就是粉条小米 然后倒通到那些大城市里面去卖 虽然说这些东西的利润看起来好像很微薄 但是做的时间长了 它竟然垄断了很多地方的那些销售市场 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粉条还有小米 确实质量也挺好的 后来我公公也是包了很多的地 种这些东西 在我们看来好像老农民没什么趣一样 但是农民也有脑子比较活的 他也有能在地里挖出劲子来的 我公公就是其中一个 他一直就是这么折腾 刚开始他是自己一个人 后来生意忙不过来的时候 我婆婆跟他一块两个人 天天的天南地北大炮 去给人家超市里面上货 往农贸市场里面上货 天天都是忙 后来慢慢的上了年纪 两个人就想着 要不谢谢吧 谁知道 就想着该想庆祝的时候 我婆婆却在一次生活的途中给出了车祸了 我婆婆当时直接人就没有了 我公公当时是特别的伤心 两个人相处隐没了大半辈子了 到现在你说老了老了 该大半过日子了 该想撑伏了 这我婆婆突然就一个人先走了 我公公就是一直都接受不了 后来我婆婆去世以后 我公公也是一下子就把这些事情也没有心理干了嘛 所有的生意都交给我老公去做了 她也退下来 想着就是说想庆祝了 确实不想再一直那拼了 以前的时候吧 老两口还互相加这油打得劲 想着就是说给儿子多挣点 现在这老婆也没了 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 她也不想弄 后来我们也就是劝她说 你也别去折腾了 在家里面 现在我老公嘛 也是可以独当一面了 她要是盲目过来 也有我们两个人接了你的帮 你以后也就不用操心了 后来我公公说 那行 那你们年轻人就去这趟嘛 我就不管了 后来我公公一直在 失去我婆婆的这种被识黑种里面 走不出来 我们就劝她了 说要不你就去外面旅旅游 散散心 她怎么都不去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公公他们不是有那些老哥们 那些原来在一块下乡其什么的 那些老哥们 我偷偷地给人家那些老哥们钱 让人家叫着我公公 说咱一块旅游去 其实都是我套的钱 然后人家一块去的时候 就可以拖着我公公 这样我公公她慢慢的心 也就比较开阔一点了 就在他们有一次出去外面旅游的时候 突然我公公有点低血糖犯了 她因为以前一直都是四处跑 去做生意嘛 经常会出现在路上没有饭 或者到饭点吃不了嘴里饭 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她有很严重的低血糖 我们农村实话说这叫鸡宝牢这种病 她也说如果稍微有一点饿了 她低血糖一反 她可能又要晕倒了 后来有一次突然说是说 后来有一次突然说出去外面旅行了 她平时就经常包里面装着糖 但是那天可能是忘了 在路上走到一半 快到中午的时候 后来我公公说了 说没事的时候咱就常拒绝 再怎么说我这条命也算是你救的了 然后阿姨其实说话也挺好的 她说你说这话就严重了 我只不过是举手治了而已 后来有一天阿姨突然就跟我公公说 你看你们这一直做生意了 你们认识的人多 有没有现在和适合我年龄的工作 挣的稍微多一点的 我儿子现在还没有结婚 我想着给他多攒点钱 不能天天在家做了 后来我老公一打听 他今年是刚刚52岁了 50岁的时候退休下来了 现在一个月退休金也就千把块钱 他想着如果说有什么工作的话 50岁身体还算硬了 再去干点活 给儿子展个房子 展个车啥的 虽然攒不了那么多钱 最起码也尽自己的一份力吧 后来我公公就想了 这50多岁了给你找什么工作 后来想了说要不这样吧 你当不当保姆 因为我公公她知道 现在很多人家说做保姆 说的明面上就是做保姆 其实就是搭伴过日子 在之前聊天的时候 我公公也了解过人家 老伴也是之前已经去世了 就她一个人 要不然要想办法给自己儿子 攒钱买房子 后来我公公再问了 说你介不介意给人家当保姆 然后那阿姨就说了 我不介意 只要说工作合适 都是挣钱嘛 我没啥好介意的 然后我公公就说了 那你看我这儿正好一个人 你看要不你就过来给我当保姆 然后我一个月给你开3000块钱 这3000块钱 说实话在我们这里工资就已经不低了 我们这像一般的保姆 如果说老人能够生活治理的话 就是给西衣衣服做这饭 一个月就说1500块钱 顶上天给你2000块钱 但是我这公公 人家张嘴就说给他3000块钱 那阿姨当然是高兴了 说行行行 就是你有没有给你儿子 儿媳妇住在一块 要是住一块的话 我觉得不太方便 我公公就说没事 他们都是在市里面的 就我一个人在老家 这没事你就过来过西衣衣服 做这些啥的就行了 后来就这样 保姆就搬到家里面去住了 这说的是当保姆 其实就是大半过日子 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个月开3000块钱的工资 而且还要给人家买衣服 平时没事出去外面旅游什么的 钱也都得负担起来 然后还有就是 要是人家想回家了 想给儿子带点什么礼物啥的 你这边还得套钱给人家买 其实就是跟两口子过一 二日子是一样一样的 当然我跟老公也是不反对的 因为之前也一直劝我公公说 让他再找一个伴 但他始终都不同意 现在好不容易能碰到一个 能说得来话的 如果说两个人要是互相都有好感的话 那就让他照顾了我爸 那我没在外边 做好商业的话就更放心了 后来有一回不知道怎么回事 两个人说起来了 就说这样一直大半过日子 也不是一回事 要不咱们两个人就领个证结婚算了 这两个人一拍即合 就准备去领结婚证了 这准备去领证了 不得给人家彩礼吗 然后我公公说行 那我就去给你取个钱 没多有少 咱们就取个八万块钱嘛 也算是图个好兆头 人家那阿姨倒是也没说啥 人家说行 没差多少 反正是你给我的 我到时候也还是会带过来 也都是咱们两个人一块花 后来我公公去取钱 两个人一起去银行窗口呢 春泽给人家贵员以后 贵员过来问取多少 说取八万 人家一看说 然后人家一看说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我说我卡里面最起码有八十万 然后人家又给刷了一次 还是说没有 这里面不到八十块钱 后来我公公一下子就梦了 说怎么可能 怎么会没有钱 当时说实话 她有点疑心保姆 因为在家里面带着过日子 生活费傻的 也是经常说取钱要给保姆 然后她是没有避讳过的 不管是密码还是什么的 她都没有避讳过 谁知道现在就出了事了 但是扭头看保姆的时候 保姆一脸无辜 还在问我公公说 你看看是不是拿错存质了 或者说你是不是记错了 你再想一想 后来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老公就找她要过存质 说有用 结果后来给我老公一打电话 我老公倒也干脆 直接就给我公公交代了 就说钱是我取的 里面的八十万 除了还剩点零钱 其他的我都取了 然后我公公就说 那你用钱你咋不吭声 你把那钱取走了 让我今天过来取这钱 里面一笔钱都没有 丢人死了 然后我老公就说 我不是用钱了 我现在资金周转不够用 那我跟你说你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老公也是直行的嘛 他就是说了 你现在在 你现在在家里面又不是一个人 家里面的有一个外人 我不得把你钱抽起来 不仅这八十万 你家里面的卡 里面的一百万 我也先给你去走 你在家里面吃和开吃啥的 就你之前存了十几万的卡 里面那些就够用了 这些大钱你就先别动了 然后我公公一听这话 顿时气不打一吐来 小兔崽子 我养你这么大了 现在我的钱 我自己就不能做主了 我的所有生意都转给你了 还不行 你还惦记着我这些养老钱 但是我老公也有自己的说法 我老公说了 那如果以后 如果说是以前的话 我肯定不懂你的钱 但是现在家里面 不只是你一个人 这你说 你要是真的 哪天钱都被人骗光了 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嘛 行 就这样了 没事就挂了 不跟你多说了 你那钱 你吃喝开吃 那钱够了 没有的话 到时候你再跟我要 我再给你转 然后阿姨一听这话 人家心里也不是得 人家心里也是不得劲 人家就说 我一直以为你 你家儿是挺支持你再婚的 没想到他们在心里面 竟然是这么想我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咱俩再吹下去 也没有什么必要的 那咱就算了吧 人家扭头就走了 可给我公公气坏了 可给我公公气坏了 其实 像有的时候碰到这种事 我们当儿媳妇的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说什么 我想 这老人的钱 你给他就给他吧 哪怕你一百万拿过来 你给人家留八十万 最起码让人家有 想买点什么也有钱 就你现在一下子 把钱都给拿走了 现在人家也发现了 弄到父子两个人 现在也是闹矛盾 也不说话了 反目成头 这何必呢 都为了点钱 听得你说 我们没有时间去照顾老人 人家找了一个老伴 我们还不支持 这不是把老人往死里逼 你们说对不对 如果你们说 这是发生到你们心上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